政府认可合作社的潜力和经济贡献 目前原则上同意修法 让合作社转为商业实体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宣布 对合作社组织拨款600万令吉 希望本地合作社发展可以媲美印尼或是芬兰 同时安华也预告将在下个月公布 全新的公务员调薪制度 安华今早在世贸中心 为大马合作社组织召开的 本年度全国合作社大会主持闭幕仪式 他至此时大篇幅提起 合作社对我国经济增长扮演的重要角色 而且人才积极 从会员人数到收益规模日渐壮大 合作社前景一片光明 但欠缺的是法律地位认可 这一点也是合作社组织诉求之一 政府宣布拨款600万令吉 发展全国合作社 各个部门也会全力支援 同时政府会将合作社发展 纳入明年的东盟会议议程 另一方面 各界都在关注的公共服务新筹制 安华继续大卖关子 mulai bulan depan saya umumkan sedikit menopo memutamatkan sesearaan sistem saharaan baru dengan menaikkan gaji jawat awam dan memandangkan tugas mereka lebih cekap hadapan kita lebih tinggi dan pengawalan dan pengawasan yang lebih keras 安华坦言,虽然令吉汇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等数据都已经改善 但他明白生活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所以单单看数据,安华不满意 因为我们仍然遭遇到货币的生活货币 在一半的地方,这些是缺乏生活货币 因此,我已公布了很多方法,帮助民主义 政府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发放援助金 以及调整公务员薪资 巴都空间许文杰,实习记者陈凯隆,吉隆坡报道